國外風雲帶您掌握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就在昨天行政院召集了朝野協商 對總預算案總算是朝野達成了共識 今天在立法院依舊是氣氛很好 三黨達成共識 而且說絕對不提副議 也因此就在剛剛呢 這個立法院叫韓國瑜宣布 這總預算總算要副違了 帶您去看一下這段畫面 委員會對以上黨團協商有意 無意我們通過 113年11月8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經決定如下 1.各黨團同意行政院針對原住民進法補償 健保點值及工糧收購等案之解決方案如後付 並請行政院依該解決方案其成辦理 2.各黨團同意 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後續處理4項 增列納入第八次會議議程於 11月8日星期五院會討論事項前處理 將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交 財政委員會依分配表及日程 分送各委員會審查並不提出議議 報院會 因程序委員會以本次會議事日程草案送院會處理 現有黨團以本月議事成立 對本次會議事日程草案提出議議 現在進行助理 好 可以看到就在韓國瑜宣布之後 這國民黨的立委是開心的舉牌來做拍照 要慶祝這歷史性的一刻 只不過今天其實一大早 大家都說不準藍綠都祭出了假極動員 就怕會不會富為有變數 不過在草野寫張的時候 倒是發生了相當有趣的事情 那麼今天立法院長韓國瑜也說 難得看到了慈眉善目的柯總召 還有今天可以說是神情氣爽的副總召 那麼就開玩笑說 那麼經常單挑的這個黃國昌總召 到底今天會不會順利的讓他通過 那麼黃國昌也印了韓國瑜的話說 既然今天氣氛這麼好 他就不破壞氣氛了 三黨是有共識 也讓這總預算案順利復委 只不過今天都已經來到了11月8號了 那麼其實這個會期到12月31號就要結束了 剛剛也有私底下來問了這兩黨團的三長 他們說這恐怕延會是必然的 恐怕這要到過年前才能審完這總預算了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消息 請關心 請問你